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明祭司 来看 这边还有一个 也是光明祭司的手下 我 对不起 你去休息一下吧 小雷 小姐 你还好吗 杨夕 你怎么在这里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好就在附近 看见英雄协会这么大阵仗 就知道是你来了 好讨厌 为什么你没看见我采访是神器的样子 却只看到这副狼狈模样 丢死人了 第一次采访就这样 没事的 你怎么样都好看 草率了 早知道快速清理一下战场就好了 小雷啊 你好些了没啊 那 那啥 救援队从这里地下救出了被圣徒组织掳来的女孩 你要不要去采访一下 好 我马上过去 杨夕 你等我一下 可恶 看来我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乖 别怕 没事了 我很快就能回去救你了 飞飞 我现在几乎凑齐了所有元素系医能 包括风 土 火 水 还有上一期的光暗 木 电 金 那么 裁绝组织的第三个神秘人也该出场了 就叫 陈龙吧 你们都下来 排好队跟我走 我带你们去检查身体 唉 找了这么久 也没见到主人 唉 主人 嘘 你妹妹 我知道的 她已经死了 我只想带她回家 不想把她放在那种地方 不 你该庆幸自己一直带着她 我能感觉到她还活着 只是十分虚弱 这 这 真的吗 圣光治愈 哥 哥哥 你说 叶凡 你也恢复一下吧 等会你们悄悄离开这里 不要让人发现她短时间内痊愈的事 是 主人 称呼我为首领就行 这笔钱是组织给你们的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考入燕京英雄大学的英雄系 啊 那可必须拥有强大的异能才行 我 这点你不用担心 这颗锻炼异能珠给你 利用它和之前我给你的螳螂双刃 足以进入燕京大学 啊 C级异能 锻炼 放心吧 首领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好好生活 不用主动找我 我会定期与你联系的 杨夕 小雪 你跑哪儿去了 找了你半天 啊 帮着医生照顾孩子去了 怎么了 啊 也没什么 孩子们终于安全了 秦慧正在负责联系他们的家里人 还有一部分无家可归的呢 他们会被拿入育儿院生活 育儿院是个大家庭 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 这两天 辛苦你了 杨夕 小雪 快来 要开会了 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 过几天 鹿岗再见吧 准男友 可不 你又被抢夺先机了 飞飞 飞飞 希望神光之玉 能对你奏效 神光 之玉 什么 飞飞 飞飞醒不过来 治疗失败了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 等等 这些蓝光正在快速分裂 壮大自己 并蚕食她的精神力 看来仅凭光明之心 解决不了蓝光 任由她发展下去 飞飞可能会再也醒不过来 想要真正解决飞飞身上的问题 我得亲自去见见 待会分发蓝色药丸的李茂南 把刀银行过来 放开 把刀银行过来 寄服 这些穢银行来 拆备 不过来 暗门 按摩 一种 抓住 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